小腿力气划伤案例 泉州外语学校老师的孩子 脚被力气割了一道很深的伤口 隔天去医院时 医生说由于没有及时去医院 没办法缝合 要过几天等腐肉剪掉才能缝合 孩子的父母不忍心 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处理 就把孩子带到我们会所 2015年9月20日 给孩子清洗伤口 温敷和浓生姜汤 涂味清洗时拍下的照片 用温姜汤清洗伤口时 流出很多黑黑的东西出来 当时我们都吓了一跳 孩子的母亲说 是之前在医院时用了消炎水 清洗完后 用生姜素敷在伤口上 再用纱布包裹起来 包好后老师带孩子回家 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刚才流出黑黑的东西 清洗不掉 孩子的父母带孩子回家后 按照我们会所提供的方法 给孩子继继续温敷 喝生姜汤补充内外热源 用淡姜汤清洗伤口 再用生姜素敷伤口 2015年9月28日 伤口已经慢慢在愈合 2015年10月3日 伤口慢慢在愈合中 照片为孩子的家长提供 2015年10月8日 2015年10月12日 约一个月左右 伤口已经完全修复好 只留下伤痕 只要坚持补充内外热源 伤痕也是可以慢慢淡化的 照片为孩子家长提供 2015年10月22日 前后32天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